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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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两位我们的这个达人老师 都是在这方面非常有见地的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全能达人小妮妮老师 老师好 小妮妮 另外呢 这是接下来的介绍 是一位非常年轻漂亮 但是她是一位资深和专业的中医师 而且呢 她在保养养生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欢迎李志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两位老师真的会跟我们分享 据你们这个跟之前跟导演沟通的 是真的是健康有效的减肥方法 对不对 对 你们相信有这种又健康又有效的减肥吗 我不相信 相信相信相信 我今天就是为了来学习的 可是我觉得一般就是不吃啊 后面小脸放着光了就不相信 就是那个健康的效果都很慢 对你们看我就是例子跟我学就好了 OK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是的 我刚才在走廊里碰见她 她还跟我说那个谢谢我多年前什么 对她温暖的评价 可是我不认识她耶 我不知道她是居心叵测想跟我拉关系还是变化很大 想要给你炒作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这位特别来宾 甲伟欢迎她 欢迎 哈喽 哈喽 哇 甲伟减肥界传奇式人物 从小过着胖妹的孤单生活 直到真命天子的出现 开始为爱发奋减肥 半年减重70斤 究竟是怎样的减肥法 让她的体重从168斤狂降至98斤呢 今天甲伟来到大美人现场 叫你hold住体重 hold住爱情 所以我们真的有过交集 我们有见过 有见过 我们有那么有心机要去炒作 这种子事 我们有见过 我等一下有证据 有证据 对 所以你 你等一下 你那个证据是可以在电视上放的证据 没有等一下就看他 快叫爸爸 好吓人啊 这是合成的吗 没有不是合成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打印 打印机 是那个吗 对 我记得你 你变了一个人 对 这个是有化妆 而且吹了头发 特意做造型 看不出吗 看不出 好吧 然后我吃了之后 所以胖子怎么造型都是没有用的 真的 不要这样讲 好歹也会有些提升 然后当我真的见到何老师之后 我们同事就开始开玩笑 就说 何老师你知道吗 假如今天见你 特地去化妆弄头发 然后何老师真的当时说了一句 又诚恳 然后又很温暖人心的话 他说什么 你已经尽力了 他跟我说的是 你头发很美 好伤人哦 这其实还蛮那个 我跟你讲 如果当时何老师说你人很美的话 我也不信 真的 那样我会觉得有点假假的 他反而这样说 当时我觉得 人真好 那是因为何老师当时要挑指 能夸这个部分 我应该这么说 两年之后你会很瘦 所以 老师你今天要不要补一句 就是说 其实你减肥之后 还人也长得蛮美的 真不要脸的 没有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样子也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瘦了之后呢 有非常非常 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这是真的 真的吗 对 因为你是整个人 有一种脱胎 脱胎化 就像刚刚小妮妮说的 连眼睛都大了 真的 因为好像脸 就是小了之后 五官有 不是说没有地方摆 反而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展现 因为他不再绷着 整个他的五官 对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很成功 我们有一条 甲伟员的裤子 可以拿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所有的裤子 包括牛仔裤 今天没有人穿 最多两个月 这个地方就磨破了 崩壞了 你们没有胖到那个程度 你们不知道 我有胖过 不是 是走路 大腿这一侧 我知道 这大腿太粗 当时我走路的时候 我弟弟有一天跟我说 我表弟说 姐姐为什么你的腿分不开 他是一直在拧啊拧啊拧啊 对 所以他就会一直 就是磨这两个地方 天哪 我们同学那个时候穿校服 大家一定都是订三年的 我是每个学期至少要换个胃套 因为裤子就是破了 这是你的裤子 对 而且就是胖子可以穿的衣服选择也很少 天哪 这个不是巅峰 而且这不是最胖的size 这个也大概就是140来斤吧 真的很成功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甲伟有一出本书 就是记录他这个减肥的过程 那今天我们请他把这其中的精华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其实就说到 很多人在微博上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减肥减不下来 包括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一样 都有过很多次失败的减肥经历 但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每一次失败的减肥经历 你知道核心原因是什么吗 什么 没有动力 你不是真的想要去减肥 你一定要敢对自己下狠手 对 你下狠手的原因是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 我暗恋11年的同学李昂 他第一次约我吃饭 你就在那个那次吃饭的时候跟他表白了 没有那次表白肯定失败 因为168斤 对于他来说不能够表白成功的 你当时就表白了 没有 当时他约我 我只是拖了两个月 两个月我们现在第一次面 我瘦掉了34斤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下一次约会 然后再约会 每一次约会大概隔三周到一个月的样子 我都能瘦个十多斤 所以当我们第九次约会 我瘦掉98斤的时候 我假委人生当中第一次可以对一个异性 表白 自信 我去问他 我说你这么频繁地约我出来 你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李昂对我说 我说对 我喜欢你 那你呢 就在那一刹那 我真的说出了我人生都忘不了的一句话 那就是 李昂你知道吗 这句话我足足等了11年 然后在那一刹那 他才明白 原来初中的那个小胖妹 小哥们 你要哭了 没有 你何老师很容易动情啊 没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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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你接着说 对那个小胖妹 那个哥们 原来默默地为他做那么多 是因为他爱他 所以叫为爱受一次 对 所以这本书是为爱受一次 先找到了动力 接下来你具体怎么做的 对 第二部呢 减肥其实说白了 无非就是少吃和多动 OK 人人都明白 那我们先谈少吃好了 那我们先说小吃吃什么 其实把握一个原则就好 我们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 尽量去吃容易被破坏的东西 什么叫容易被破坏的东西 豆腐一倒就碎 也不错 就是比如说一块猪肉和一个鱼肉 放在你面前 你一拳砸下去 哪个更容易被破坏 鱼肉 鱼 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胃里以后 它其实也是一个搓揉 打磨 继续消化 如果它在体外都已经很难被破坏的话 它是很难完全被消化的 OK 那就会转化成为多余的能量 了解 这是第一条 OK 那么第二条的话呢 就是尽量去选择容易过期的食品 容易过期 对 才是举例 可乐酸奶 哪个更容易过期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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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都加入了这个 幼稚的回答 很低年级的阵容 所以呢 我们就尽量去喝酸奶 同样的道理 它是更容易分解的 因为它容易就变质了 不同部分你有什么经历 那我就说一下 在我最巅峰的时候 我一天的运动量好了 我那个时候有工作的话是 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 大家去吃饭 我在健身房跑一个小时 大概七到八公里 然后骑单车半小时 跳升五百下 举压铃 这个大概是两个小时 然后回公司上班 然后一下班 先到瑜伽馆 你当时一边 跳一边举压 hormonal 李洋 李洋 真的 真的 脑子里是它的画面 更多 但是更多的是自己那个 中午都不吃饭的吗 就做运动吗 中午然后运动完之后 去买个沙拉 简单的 那个放到公司去吃 他吃了一整天 都在运动 超有毅力 就中午有两个小时 然后到晚上还有吗 对 然后一下班 先去上一堂瑜伽课 一个小时稍多 然后去游泳馆 你说他皮怎么会松 一千 游泳一千两百米 游泳一个小时上来之后 立刻回家 我家是驻军队 所以它有个很大的院子 然后快走八公里 一直走到整个地方 警卫营全部熄灯 全部熄灯 每天 天哪 但是你还是有吃一点东西 对不对 肯定会肯定会肯定会 正常的生理体质的话 还是要维持 第一个有动力 第二少吃 第三多动 第四 第四的话到现在这个阶段 体重维持在九十八斤上下 我会更加注意中医的调养 和保健 中医哦 对 就像很多接触到的胖妹妹 她们都会 其实不是那么的胖 但是会水肿 水肿的话 像李老师 我们一会就可以多聊一下 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的脾胃不够好 所以像刚刚过去的冬季呢 我就会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因为白色的食物 是可以入我们的肺经 那我们的肺呢 就是主管人体水分分布的器官 多吃这种白色的食物 血梨啊 银耳啊 这些的 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呢 不会毛毛躁躁 很水润 了解了 OK 这就是我们甲尾的四步 其实呢 说起来还蛮简单的耶 是啊 但是它重点就是在坚持 当你听说晚上 在那么大的运动量 晚上还要在院子里面 走个八公里 走到天全飞 那我跟你说 那时候天上挂的那都不是月亮 那都是李扬的脸呢 对 每一颗心心都是李扬的 对对对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 因为之前说减肥像我这种我就只爱吃 但是呢 又说如果要减肥就必须不吃 就有一种减肥法不是叫断食减肥法吗 刚才您说了 对对对 就是什么都不吃 这种方法靠谱吗 或者是十天之内每天只吃两个葡萄 他就是这样 我断的是那个淀粉类 就是什么米啊 面啊 那个我试过 就是在你围吃 大概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有一些 中午饭点的时候 会有一些晕倒的那个症状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要用意志力告诉自己说 No need to eat 完了之后 冲过一到两个月这个时候 你就习惯吃少了 我跟大家讲 沈灵跟家卫有一点很不一样的 是他们都有动力 都是因为爱 沈灵也是因为爱 我是爱自己 对 甲伟爱的是李良 沈灵爱的还是沈灵 对对 这样 这是一个又爱自己又不爱自己的人 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断食减肥法是科学的吗 其实我会更建议大家说 我们要吃 但是要吃的聪明一点 其实我们人体 每天还是需要去摄入必要的一些维生素 矿物质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一减肥 他就是马上不吃油 这是很多人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结果导致的是什么 没有油 我们的肠胃不能正常的蠕动 便秘 素便的堆积 洗肤也会很差 头发也会 毒素 对 因为我们有一种维生素 叫脂溶性的维生素 就是如果你完全只吃每天水煮菜的话 那么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维生素 在人体内无法吸收 那么刚才老师说了 比如说你的眼睛会不会干燥啊 对 比如说会不会疼痛啊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皮肤比较粗糙呀等等 所以说这个油啊 一点都不摄取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聪明的吃法是什么 要吃油 但是我会推荐大家去吃特级出炸的橄榄油 热量很低 营养价值更高 热量很低的话 其实所有的油热量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出炸橄榄油的话 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更容易消化 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会比较好一些 那我想对断食法再补充一点 因为我也是减肥过来人 跟多年在减肥海中挣扎的一个苦人儿 对 就是因为我是很容易胖的体质 跟那个骨架很大 但是我从来不敢用断食减肥法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一个有效减肥法 它不但是说让你减下来 更是让你维持 对 我们比如说你像跟李昂在一起 不是说啊 今天我表白完了 我啪个弹回去 李昂说我灰了 对啊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断食减肥法的最大危害 就是你没有任何蛋白质的摄取 那么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细胞 是以蛋白质为动力的 那如果是你没有之后 它就消耗你自身的蛋白质 是什么呢 是你的肌肉 所以就是如果是完全不吃东西 首先减下去的是肌肉 然后呢 它在消耗你的脂肪 那如果是你一旦开始恢复了之后 你长的是脂肪 肌肉就没有了 因为肌肉是练出来的 我相信断食减肥法的人 不会像他这样有毅力 就是每天运动那么多 因为你完全没有这个能量去支持 这时候你就胖回来 但你胖得更难看 因为你全身就是松软软的 那么这个叫做一个悠悠球效应 所以你可能会很快时间 好像是有成效 你体重会下来 因为肌肉是重的嘛 肥肉是轻的 但是你会一腹胖 就很快弹成一个软绵绵的大肉球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 而且好像对我们的内脏也不好 对不对 非常不好 因为你如果不进食的话 我们胆汁是没有办法分泌的 所以其实身体里面会堆积很多的毒素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啊 就是崇尚这个断食排毒法 他们以为断食是排毒的 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些毒素 包括我们吃进去的一些农药 它是脂容性的 所以当你如果是过度去消耗你的脂肪的时候 这个毒素就是释放出来了 正好你去把自己又毒了一遍 所以 就是死得更快是吗 我讲话是比较通俗一点的 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我觉得呢 如果是你假使瘦了 但是没有这个命活着美丽 应该还是没有必要 其实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还是要健康 这个真的不好用 因为我用过 我真的有用过断食 而且我曾经一度 因为一些很特殊的原因 我曾经试过21天 就是只喝水 喝一点流食 然后不吃任何的就是固体的东西 那个期间我们有见过吗 有 当时你见我第一面就说 你最近怎么瘦这么多 我说啊 太辛苦了 特别做的一个答案 会不会就是皮肤很沉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就是面色蜡黄 整个人就感觉自己在飘 然后呢 我有一次还变态到去上瑜伽课 然后往那里一坐 然后老师把我手上一放就说 虽然你身上已经很瘦了 但是你很松 就是肌肉都没有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你现在都是脂肪了 对 然后就是你瘦下来的速度 永远没有你反弹的速度快 就是一开始吃 因为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天哪 太好吃了 不能停下来 就是想我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吃 而且就要吃味道很重的 油很多的那种 就叫哇 太好吃了 很甜的 会不会凉也不管用了 什么凉呢 什么凉呢 我找到的 从沈灵都没有用了 就一直吃 然后就胖起来的时候 连一点行都没有了 而且我告诉你 瘦就断食减肥吧 先瘦的就是肚子 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嘛 所以就觉得自己特别美啊 肚子特别平 然后胸部也开始有曲线 因为你肚子平了吧 就显得 你就每天照镜子 觉得哇 特别好 然后裙子一松手就掉下来 特别享受那个过程 但是你开始腹胖的时候 先胖的就是肚子 就是你的胳膊腿还挺细的 肚子很大 特别丑 特别丑 而且动不动就要晕倒 特别不好 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 一点用都没有 我觉得你们那个断食断得太绝了吧 就是什么都不吃的话 但是我跟你讲特别有毅力 第一天还好 第二天就想死 第三天真的想撞墙 三天之后我跟你讲 就每天就自我欣赏 自我崇拜 就觉得我自己像个神仙一样 就觉得特别优秀 我跟你说 你是自己把自己放到感动中国的这个话 我觉得断食啊 不要这么绝对 可以那种循循渐进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特别从 找了一个秘方 我其他人都不给看的 今天特别给你们 哎呦我跟你说 你那么得意 可是又皱发发的 我是大美人 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就是食谱 网络疯传减肥法 打包戏 是零药 还是没有必要 是上最轻松减肥法 吃吃喝喝也能胜 第二天起来就可以吃了 他就发酵了 对 这个酸奶很棒 另类组医瘦身理念 手追捧 养好脾胃 轻松减肥 广告回来 更加精彩 然后我就特别从网上找了一个秘方 我其他人都不给看的 今天特别给你们 哎呦我跟你说 你那么得意 可是又皱发发的 对啊 来看一下 因为听听看嘛 这什么秘方啊 就是食谱 哦就是早中晚吃什么 对对对 哦 它这算是一个有机剪 有机断食 对 它的方式大概是 从第一天开始剪剪剪 剪到四到六天的时候就进食 然后到第五 第七天的时候复食 然后每天吃的都是什么 益生菌 营养粉 这种这种有机断食是可以的吗 呃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啊 它就是有补充一些什么 膳食纤维 益生菌 什么蔓越莓汁 实际上它当然比那种 完全不是直接咔掉的要好一点 因为它可能补充了一些纤维 帮助你肠道蠕动 包括亚麻籽油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餐单的问题就说 还是没有任何的蛋白质 因为刚才我说到蛋白质是细胞动力的来源 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是你想维持一个非常低热量 但是可能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些能量的 这样餐单的话 我建议加一些就比如说无糖豆浆 无糖低脂的酸奶 就是它们里面还是有一些蛋白质 那这也是很极端的一种方法了 所以如果是真的要进行断食的话 我提醒各位观众要注意 就是说很多人是不适合做这样的 我把这个还是还给他 还给他 不要让他流传在人间 祸害大家 他今天拿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种就是忍痛割爱 跟大家分享的感觉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因为像你是孕妇啊 糖尿病啊 或者血压有高低问题 都不适合做这种事情 那这样好了 小妮妮老师 你觉得如果我们开始复食的话 因为刚才看到第七天开始复食嘛 是复食就可以完完全全 就开始放开了吃了吗 不可以的 就是要循序渐进 因为你在减掉的时候也是一点点来的 复食的时候也是要循序渐进的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个 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体质体型 就是吃了应该是不会错的 这样的就是比较不会胖的 好吃的东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个人的私人法宝 就是我这个减肥多年的人 如果是我现在通常是正常饮食 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胖了的话 我就会吃这一样东西 来代替主食 就是磨浴面 这个东西就是磨浴面 因为磨浴这个东西 大家很了解嘛 它基本上是没有热量的 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可能你一大碗磨浴面 就是最多就是实际卡的热量 这个跟其他的食物比起来 就等于是没有 而且磨浴里面 它有很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 就是可以帮助你尝得到乳动 而且它很有饱腹感 同时它有控制血脂跟血糖的作用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细面 我家里冰箱里面还有乌冬面 磨浴乌冬 磨浴做成的河粉 就是那种扁的 磨浴米 就是可以拿来当地饭 可以磨 很广色的 这是生的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碗已经煮熟的 这煮熟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 它吃起来是QQ的 它就是有一点嚼劲的那种 可以割盐或者辣椒或什么调料吗 就来当饭吃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为大家做好一盘磨浴面 因为就是磨浴面 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吃白的 但是有些是有调料的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像这样 跟大量的蔬菜 什么我们这边有一些鸡肉 鸡肉白肉 然后这个配合起来吃 请大家尝一下 真的可以吃啊 我还以为你是百看的了 好吃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面的吃法千变万化 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焦头吗 对不对 你可以用炸酱 当然就是少一点油的炸酱 然后我自己用一些肉碎 然后跟芹菜啊 还有什么榨菜啊 有味道吗 有味道吗 其实有味道的 是好吃的吗 好吃耶 对啊 你可不可以吃完再讲啊 你这个刚发片的歌手 Oh my god 而且我有很多吃法 其实可以分享给大家 比如我家里有那种 泰国的东英宫的汤块 然后就用它冲了之后 把这个面放进去 东英宫汤面 还可以放两只虾 马上就觉得在东南亚度假有没有 老师这也是个什么 你讲完那个磨鱼面之后 对对对 大家一边品尝的同时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酸奶嘛 然后但是其实在外面 大家很难买到 无糖低脂的酸奶 所以我就建议呢 自己来做 那这个是一个酸奶鸡 那它是 这个酸奶鸡很特别 就是有没有像一个温水瓶 是 它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不用插电 不用插电 对啊 然后它怎么做呢 今天我已经做好了一罐 等一下请大家喝 这草莓口味的 当然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就用这两种 这是我自己平时在吃的是 这个skimmer 就是减肥的 它是低脂无糖的 好买吗 网上可以买到 我们等一下交流 然后 然后这种是原味 就是它是greek greek就是不加糖的 对 就是希腊式的酸奶 然后它也是low fat 就是低脂的 然后做起来特别容易 就是你不需要买牛奶 只需要这个东西 它的奶源是新西兰的 所以是比较 老师你的酸奶 又不要垫 又不要奶 是啊 就直接拿开水 这个yugor粉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内胆嘛 你做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包 然后倒进去 跟凉开水哦 然后倒进去之后 这样摇匀 摇匀了之后 就放进我们这个外面 这个温水瓶里面 好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温水瓶 说实话 你把它放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 废水烧开 然后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盖上 头天晚上睡觉之前做好 第二天起来就可以吃了 它就发酵了 对 这个酸奶很棒 对 非常棒 老师呢 它是液体状的 还是固体状的 是固体状的 这个酸奶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它水可以变成酸奶 这个酸奶非常浓稠 而且我再强调一点 因为外面买的酸奶 它有些看起来很稠 它是加了增稠剂 这个就是纯的 很浓的 就像小时候吃的老酸奶一样 那一次是要把这一整包 都倒下去做吗 一次要用一包 因为你打开了之后呢 它的活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但是你可以做好这一罐 放冰箱里面 就是每天拿一些出来吃 慢慢吃 我再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 奶油蛋糕 不用奶油 用什么呢 可以用山药 把山药打成泥 这个方法很简单 或者香蕉打成泥 那么给它弄成一个圆形之后 上面一定要有一层白色东西 奶油的热量太高 浇一层酸奶 上面放几个草莓 就叫水果 这是假的 但是它的热量是很低的 是不是也可以用紫薯 可以 而且更好看啊 紫薯 两个很好的美食 那接下来我们请贾伟和李志老师 再给我们好好讲讲 刚才其实有提到一点 但没有讲透 就是中医 为什么可以减肥 这件事情好不好 大家看这个字 它右边 卑 卑是高还是低啊 低 相当于什么 咱们可以放眼想一下啊 那个在古代最不值钱的 低位最低的 花钱买了的 那个叫什么 丫鬟 丫鬟 那个都不用花钱 没有人花钱买丫鬟 乞丫鬟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丫鬟 那么丫鬟实际上 就是痞的地位 而且丫鬟主要干两种活 第一 好吃的好喝的 做出来之后 自己不敢吃 要给谁啊 要给主人送上去 那么第二一点 主人吃剩下的 家里乱七八糟的 这些垃圾和脏东西 他得怎么样 及时清扫干净 我好想给皮捐钱啊 好可怜 现在想 如果一个小丫鬟 把好吃好喝的不做了 自己跑了 你主人自己想办法 这样的话 主人一想 我也不会做呀 那我就在这干等着吧 一天到晚 也没有人给你送吃的 这样的人体的话 会变得瘦还是胖 瘦 瘦 所以消瘦的话 实际上 你看小孩子 往往是摆了一桌子东西 但是跑 就是不吃东西 这样的人呢 是脾虚 那么如果 这个小丫鬟 不好好干活的话 垃圾没人干 这脏东西堆在人的身体上 中医没有脂肪 这个词 脂肪 这两个字啊 是西医的 这个中医管 这种垃圾的东西 堆在身体的东西 用了一个字 或一个词 盖 谈 谁说那个字 谈 我说的 不可能 中医不可能管 脂肪叫谈 怎么可能呢 你说错了 中医管这种代谢不出去的 在人体多余的 就叫谈 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两个字 刚才我提示了一下 谈师 这个我理解 他两个基本上是告诉大家 其实谈根湿都不是水 有人说谈湿不是水吗 湿不是水啊 注意水是正常的 谈根湿指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人体想排出去 又排不出去的 谈湿 说得很好 叫谈湿 所以中医上就应该说是减谈 所以我们的人都是个谈鱼 说得很好 我们中医管减肥叫去谈湿 其实还有一点 现场我就能看一看你们大家 关键就是 看什么呢 伸舌头 我是大美人 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谈作祟 中医瘦身受追捧 很多很多种病 减肥生药一一亮相 养好脾胃最重要 其实这个和手屋生的时候 它什么样 润肠通病的效果比较好 会累对不对 半年瘦七十斤 不是吗 很累 我告回来继续受身 现场我就能看一看你们大家 关键就是 看什么呢 伸舌头 伸舌头 大家来 看一下 咱们现场找一个看看 具体判断一下 能看见刚才喝的酸奶吗 但我们是看酸奶 来伸舌头看一下 看到面条 面条 在侧边 它还不太重 但是有一点略微的尺痕 看见了吗 哦 我有的时候很粘重 这舌头旁边的相 对 你看 就在舌头两边 一排一排的这牙齿印 不用展示 头齿都是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 这叫齿痕蛇 齿痕然后呢 反应的脾虚 接着再来看 脾虚之后 小丫鬟不干活了 逃跑了之后 您家垃圾 接下来没人扫了吧 就该怎么样了呢 有弹尸了 没人干活 小区垃圾 就堆在身上了 所以如果平常像倦带 懒言 乏力 还有一点肥胖 刚才讲了肥胖 实际上中医讲 百病节油 痰作祟 就这个痰啊 相当于何老师 刚才说的 比如说毒也好 垃圾也好 脏东西也好 多余的脂肪也好 血脂也好 它会造成很多很多种病 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大肚子 将军度 原来我们肥胖 也是脾虚引起的呀 今天可算是学到了 大美人们 平时可多吃一些 类似糙米 玉米 山药 红枣之类的食物 通过食补的方式 来调养脾胃 例如山药莲子 玉米粥 将莲子去莲心 山药去皮 与玉米一起熬粥 口感清淡 健脾养胃 又好吃呀 当然 你还可以买些糙米 燕麦 银耳和红枣一起熬粥 燕麦是减肥人士的 首选美食 搭配糙米和红枣的 养皮功能 保准你吃吃就能瘦 老师我要提问 就是因为我之前 不喜欢运动 然后又特别喜欢爱吃 然后之前就有朋友 就是给我买了那种 就是我妈妈 给我买了那个减肥药 然后吃了之后 吃了之后 心脏特别受不了 就总感觉 特别坏 对 往外面砰砰的那样子跳 然后就是最近 因为过年吃太好 然后又胖了 然后就有朋友 就推荐我吃 这一个奥赛青椒拿 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所以我要先问你 就是你还是不想结实 也不想运动 对 因为有时候 也不是说特别不想运动 又太懒了 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妹妹 你先去找你的动力吧 但是如果说 你真的实在是 找不到你生命中的 那个李昂 或者说你一直找不到动力 然后又很有急事 就是必须要以一个 很瘦的体态 去呈现出来的话 那我们也要选择一些 很安全的减肥药 安全是最重要 对 我个人不太建议说 有西药成分在这里 你刚刚说 那个心脏砰砰跳 其实就是 有一些那种 西药的减肥药 其实兴奋剂来的 对 比如说像 芬芙拉米 对啊 放上去之后 它就会抑制你的食欲 然后你会很嗨 然后控制你的中枢神经 对 好 帮你看一下这个 奥赛青椒呢 我看到它自己上面写的是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它的成分我看一下 看起来的话 目前它写的主要成分 是核手物啊 绝命子 核叶 仓竹啊 这个泽 谢金 华 太子参 它好像没有写 任何西药成分 你知老师刚才有听到 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尤其是跟我们中医的一些 中药的东西 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个算是 中医成分的减肥药 尤其是光队 我听到好几个 都是我们中药 而且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荷叶呢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去弹湿的这个效果 它那个是胶囊 胶囊 最不苦 哦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这个里面含着 这个胶囊里面有 对 就是说荷叶这个成分来讲的话 是不错的 在减肥当中 这几个药 可能大家看起来呢 这都是刚才那个产品里面有的 你们能找到 那个桌子上的核手物吗 这也有 大家先拿一下 看一下 应该是黑的 我觉得刘欣特别聪明 她不去一个个 直接拿一个 这里面都有吗 对 但是大家现在看不到 所以没有把它拆 给大家来演示 这个是不是荷叶 你现在是要把它带回家 拿来 打放我的手上 其实这个荷叶 生的时候 它什么样 润肠通变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如果颜色 变成黑色以后 它什么样 滋阴 特别是对我们的肾的调补有效果 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么多的成分 就是都是利用于减肥的是吗 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是从那个日常的饮食当中去补充 但是因为像这个婉姚 小姚 像小姚这样 就是可能生活作息也不定 就是你平时 每天有保证吃足够的蔬菜吗 没有 我特别不喜欢吃蔬菜 那你爱吃啥 吃鱼吃肉 我刚才问的是你真的想减肥吗 小姚 我就想用一种最最简单的减肥 我觉得你还是先调整自己饮食健康一点了 但是如果是你没有条件去吃那么多菜的话 你可能会说摄取一些有膳食纤维的东西 那很多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些减肥产品 就是他们都需要配合运动 好像如果没有运动的话 就是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那像这种的也是需要配合运动吗 我对于完全不想动的人来说是很鄙视 任何东西最好都还是要运动 但如果你就是实在不动的话 吃了之后也会有一些帮助 还是配合运动会 我觉得它这种像这种纯中药的减肥药 它可能针对的就是单纯肥胖型人群 极度懒惰人群 然后就想躺着瘦的人群 所以短时间想极度瘦身 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帮助 当然我觉得就是包括观众也要注意 就不要指望世界上有个林丹庙要吃了一趟就瘦完了 最好是配合一去运动比较好 那么大家再来看 这个绝名词 我想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可能 这个应该是都知道了 沈玲又去找了 再来把绝名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哪个呀 小的那个 这个 对 你们怎么会认识啊 是不是你怎么会认识 对 对眼睛特别好 你过来闻一下 而且而且减肥的时候可以吃变蜜 有一种炒豆子的香味 我闻一下 何老师真的特别特别细心 记住啊 电视机前的朋友 对这个绝名词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完善 绝名词其实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粒有点什么样 像菱形一样 摸起来有点硬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这些有利的 好香啊 对 所以炒绝名词有什么效果呢 大家注意啊 那么能够什么样 降血压 降血脂 还有大家知道的 比如说什么样 润肠通便 但是如果是生的 那种完全有草青味的 我们如果拿它来喝的话 您可能腐蟹就会太强烈了 一般忍受不了 所以有通便的作用 这里面会有那个绝名词的香味吗 反正我闻到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药的味道 非常重要 我觉得闻了都觉得有 但是包上胶囊吃就OK 你要不要吃 不难闻 我不是说它难闻 真的是 玄农肠百草 吃没问题 我们那有水 你是要吃胶囊 还是要吃胶囊 我要吃胶囊 如果是胶囊的话 那一定要按照胶囊来吃 因为它的那个释放的情况 是根据它的来特别制作的 那我再来看这泽蟹 泽蟹没看最后一个字 你就知道了 说明它蟹 但是它不会让你拉肚子 它会让你干什么呢 去除弹湿 其实还是排出多余的怎么样呀 垃圾 那么达到一种去弹湿的效果 我刚才闻了一下 就是小妮妮打开了 这个胶囊里面的这个粉末 其实它比较浓的是 这个仓竹的味道 我觉得 对 仓竹实际上呢 它也是什么样 去除多余的弹湿 那大家现在应该 对台式这个词 已经不陌生了 去除多余的垃圾 就是说减肥的关键 是脾要干活 脾不干活 就得想办法 长薪水让脾干活 叫健脾力师 排弹卓 但是我今天啊 我们所有 全人我是大门人的观众 我要替大家来讲一个 提一个要求 我想把这个要求 提一个今天像英雄式的 甲伟同学 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 比如说少吃啊 或者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很多女生 凭着意志可以做 但是据我了解啊 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 包括我们全人 我是大门人观众朋友 是不爱动的 所以今天呢 我也学特地穿运动装 然后呢 给大家带来一套 我自己最近新编制的一套 健身操 裙子的话 OK可以做 她们的衣服方便吗 像欣欣留心那个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请来 别懒了 干眼的 而且这套健身操 我们等一下你会发现 不管它叫起床操 它所有的动作 你基本上不用刻意去记 它就是我们起床的一系列流程 好 来我们先听节奏 大大大大 5 6 7 8 起床了 来我们要伸懒腰 大一点 很好 调整好我们的气息 好 再一次 快一步 来 我们打开窗帘 每边三次 诶 何老师你就很优美 诶 洗脸 让我们的手 在脸上去滑动三下 感受到的是 我们的水 好像是整个滋养我们的面部 很好 来 跟起 快一点 跟上节奏 会累对不对 诶 别说 简单又累 再来 就是要挑衣服了 我家衣橱很大 画三步 整个打开 好大衣橱 打开 对 上面我也要 很好 腰扭出去 好 拿到衣服之后 我们来穿上衣 对 要用我们腰腹的力量 把我们的臀部 整个顶出去 你穿裤子 穿裤子很简单 就是穿裤子的那个姿势 腿尽量抬高 正面是这样 好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起床操 我要问一下你们怎么样觉得累不累 很累 我觉得这个做完就想直接在睡觉不想上班 可是我觉得很好 就是它很舒服 就是有伸展的感觉 然后不难记它的动作 很顺 很顺 然后呢 就是虽然可能没有别的那个老师做的那种 特别像一个跳舞的感觉 可是你感觉那些动作是有帮到你的 是很亲民的 对对对 非常非常忍辱负重 很勤劳的痞 但是它如果真的生气了 或者发脾气的话 那咱们也吃不消 大家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全人 我是大美人的官网 以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和人人网 开新网 同时也可以登陆淘宝 我是大美人 club 今天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好 那么大家参加我们的微博互动呢 就有机会得到我们